- 出了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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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了! - 出了! 你們有看過打者用球棒在地上畫線嗎? 有些球員可能會在地上畫線提醒自己要站在哪裡 但有一種線你絕對不能畫 在一場紅襪對上運動家的比賽 此時上場的打者是Ryan Noda 第一球集出的界外球 第二球主審則判定好球 此時可以看到Noda略為不滿的搖搖頭 還回頭看著主審一眼 接著球數來到兩好兩壞 下一球Noda揮棒落空 他在下場時用球棒在地上畫了一條線 結果主審看到後直接將Noda給驅逐出場 Noda此時背對主審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被驅逐了 此時教練也上場與主審討論 你說他畫了一條線 沒錯我看到了 他什麼時候畫的 他在本壘畫的 我看到了 你真的有看到嗎 他不就是直接走下場 Noda此時也走了回來 我為什麼被驅逐 我做了什麼嗎 我也看到囉 他的確有畫線 主審看到Noda回來也相當不爽 直接離開現場不做溝通 那為什麼不能在地上畫線呢 棒球最大的規則就是 球員與教練不得與裁判爭論好球壞球 無論裁判的判決是對與錯 有些打者被刪證時 也會因此用大喉大叫 敲打球棒來表達不滿 但有一個潛規則就是 你不能在地上畫線 因為如果在地上畫線 就代表說打者在質疑主審的好球袋 也是暗示對主審的判決有意見 有些主審也會覺得不受尊重 而將打者驅逐出場 就連日本傳奇選手林木伊朗 27年的職業生涯 幾一次被驅逐出場 也是因為在地上畫線 2009年隨手對上籃鳥隊的比賽 林木伊朗連續三球遭到三陣 下場前的林木伊朗 就直接在主審面前畫上一條線 認為近一點應該在這裡 主審看到後當然不能忍 直接將林木伊朗驅逐出場 兩人也直接吵了起來 這也是林木生涯唯一儀式被驅逐出場 主審也是人也會有判錯的時候 更別說每一位主審的好球袋各不相同 球員們需要的可能是 找到與裁判互相尊重的方式 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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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場